哈囉大家好,你們知道JJKing嗎? 他在國服非常有名,而且還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世界第一劍機 再加上常常做出有趣的節目效果,收穫了大批粉絲,包括我 那這次也是很感謝鷹神透過關係幫我找人,讓我拍出這部影片 如果你們之後想看更多我跟小超夢,Iradia King,追風雅樹等等的大主播來單挑 可以幫我點個讚,支持一下鷹神,他的微信是ysrw66 要買含符號、入符號或是教學變強的都可以聯絡他 那直接開始單挑吧,GOGO 我操,JJKing妖我了 我本來是想跟他語音的啦,感覺這樣比較有效果,但他好像只想純單挑 那沒關係,有這個機會就好了 OK,認真認真認真 這個第一場我打比較穩好了,1等.1 打今天機最穩的方法就是前面放線,然後3等之後開始換血 就有機會點藍一套帶走 給他戳這一下兵線就會推過來 哇,這個就沒辦法,這個延遲問題 我就,我這個只能預判了 這靠反應那個按不出來 因為含符有延遲啦 不是借口 慢慢等他推過來吧 這種時候要忍一下的 哇這個QA很流暢 OK 破骨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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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剛剛的心理博弈太刺激了 有沒有看得懂的觀眾可以化身上單老祖來解析一下 OK 第二把開打 跟你們講平常沒事幹的時候怎麼練好拉扯 看到沒 像這樣一直點 這樣點久了你就會有肌肉肌 敵人放招的時候你就會下意識的往旁邊走 久而久之你就會變成一個拉扯怪了 好 這把我們點Q式看看 嘗試打兇一點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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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拿下一把 我操 80pin阿怎麼辦 這怎麼打 重開重開重開 右手 好可憐 無聊 啊完了Q碩 啊Q碩編了 再一把再一把 不公平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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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他人跑哪去了 他才打三把嗎 哇他好像要去直播了 怎麼辦 OK由於太快結束了 我們來抽個時間 我們來講一下雙方到底都用出了什麼心理博弈吧 我猜啦我猜的啦 這邊他就一直消耗我 很煩 然後我先用Q整理冰箭泰式順便破了他的骨甲 然後這邊他其實蠻細節的 他想用W打這個破綻 因為這波先擠進去了 他沒有W其實沒差 所以他如果W抽到破綻的話 他既可以回到血 又可以損失到我大概100滴血 我會很難受 這堆小兵也會打我 所以這波換血 我可以說如果他W打中破綻的話 我可以說是巨虧 然後這邊 因為沒打到破綻還想要再 這邊不能過去給他 用這個破綻 因為他一定是想要A這個破綻 然後馬上Q去後面 這樣的話我兩等其實是沒有什麼追擊能力的 如果過去給他白A的話 他又再Q過去的話 他又無損換血了 然後這邊 把破綻拉掉了 他就打不到 打不到他只能打塔 然後這時候等他等我進成CD好 因為他W現在進入CD嘛 所以這邊就可以 我們可以直接交W沒有差 那這邊我們算到他W可能快好了 所以在抓這個時間差就換你不會血 用點燃打血量其實是 雷文蠻常做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邊 因為我覺得他W好了 加上我技能也都放光 我就不貪品了 就打個血量往後拉 他打應該好了 對他W好了 那他這樣就想反打 他用QW直接過來留人 這樣就可以確保他 用E技能緩速我 然後再打這個破綻 你看他有E的 緩速我 然後他會用這個爆擊的E來A閃 所以我們要閃掉這個A閃 這邊閃線拉開 因為這個爆擊爆下去 加上這個破綻的傷害 我很可能是會直接死的 打完破綻還會有加速 不能堵 所以我只能果斷交閃 破綻在這邊 我們就往這邊走 往下面走 往這個方向走 不能往他直這樣走 因為他這樣還是可以A閃我 所以我們位置要拉下面一點 這樣他要QA閃 才有辦法打到我 這樣動作的話就很明顯 我就可以直接把他制裁 然後因為他有閃 所以我們要預判他A閃 所以這波我的Q是往他 往這個破綻的位置去放的 他A閃了 他A閃的同時 我的Q也是同時放在這邊 因為我大概知道他到這個時候A閃 這樣A閃完之後 幾杯晚再接暈眩 他就GG了 這邊心理薄力蠻刺激 鎖 C A閃 A閃 O O